澳大利亚悉尼 过去几年来 澳大利亚一直将自己置于勇敢对抗中国全球努力的前线 澳大利亚率先禁止了华为5G技术 最早通过了旨在遏制中国影响的反外国干预法 第一个呼吁对新型冠状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 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更大声地发出警报 澳大利亚总里斯科特·莫里森 Scoped Morrison 已对中国既指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 葡萄酒、煤炭、大麦和棉花感到恼火 他在本周一要求中国政府就一条索 人听闻的推论道歉 该推文转发的图片显示 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把刀夹在一名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 莫里森警告说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但是,就在他将一条推文推到最高级别的外交愤怒时 他也在呼吁与北京调整关系 重申澳大利亚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两个伙伴的愉快共存 莫里森在这种翻转中无意地让世界听到了澳大利亚内部一律重重的对话 随着中国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强大力量 这种对话已在全球回荡 莫里森表露了加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不安和焦虑 虽然这种心态部分源于在中国越来越紧的钱 本身体 说谁是什么 这种可能性能够的 莫里森的